- 二頭應該是所有人進健身房最喜歡做的訓練之一 但你有做對嗎? 今天和大家分享最基礎的二頭訓練方式 今天我們用啞鈴來做訓練 第一個動作是啞鈴二頭彎舉 拿起啞鈴做二頭 最直接聯想到的動作應該就是這個動作了 在做的時候確保你有做完整的肌肉收縮 二頭最主要就是控制軸關節的彎曲 所以要確定你在訓練的時候有手肘完整的從伸直到完全收縮 一開始訓練二頭的時候也不要像這樣過度晃動你的身體 這樣會讓你的二頭感受度比較差 這個動作有人會兩隻手同時拿著啞鈴做 或者只有單手拿著啞鈴做 那我覺得對於二頭的感受度差別並不大 單手拿啞鈴的時候你會覺得核心要比較出力維持平衡 那我會比較建議雙手拿著啞鈴做 因為這樣在做的同時還可以訓練我們的握力 接著是錘式二頭彎舉 就像拿一個錘子一樣將啞鈴舉起 和前面一樣注意手肘有沒有做完整的行程 同時也要注意手腕的角度 不要讓手腕出現不好的角度 保持手腕是中立的位置 並且我們可以加入旋前的動作 讓我們的手臂處理更多 所以我做的時候會稍微往內側舉起 這樣會讓你的前臂處於旋前的狀態 會讓你的前臂處理更多 那錘式二頭彎舉可以做比較重的重量 而且對於前臂也是不錯的訓練 最後再和大家分享一個我自己很喜歡的二頭訓練動作 這個操作起來也很好上手 做這個動作的時候確保自己挺胸 並且手臂懸後 這樣的動作會讓我們的二頭感受度非常好 懸後就是剛剛的旋前 手臂會比較往外一點 這樣會讓我們的二頭感受度提高很多 但要注意這個動作能做的重量 會比原本二頭彎舉能做的重量輕 所以不要一開始就拿太重的重量 如果今天影片對你有幫助幫我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還有追蹤我的粉絲團還有Instagram 然後我們下支影片見拜拜